消除饥饿 终结贫穷 以水果发想的怪美丽 不只周边产品设计 还有APP主视觉 讲生活经验与所学结合 深获评审青睐 我们做这个议题是因为 我们不想要看到蔬果浪费 所以我们做了果干还有果酱 然后我们不只想要让大众知道这些 我们做了店内设计还有APP 期望着启发其他品牌可以跟 所以我们的脚步让大众更了解 他们为何丑也为何美 而正以健康生活与福祉设计的 解忧董自董 以动图介绍建筑 搭配周边的运动商品 预计要盖在六合停车场的构像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我们发现了忧郁症越来越普遍 根据研究指出可以 维持运动的有效降低重度忧郁 所以我们设计了一间 能缓解情绪跟压力的运动中心 我们运用了爱心的形状来制作我们的建筑外观 我们不只做了建筑 然后我们也同时设计了周边商品 然后有建筑的模型 名片 海报 旗帜 水杯等等 然后这些都是运动相关的商品 还有以十二星座为主题打造的早午餐店 从餐点 包装 硬体设计到手势产出 让人看见巧思创意 三 这是乘 这是四 所以我们是三乘四 主要理念是希望我们可以跳脱传统的早餐店 然后结合了现在比较流行的星座话题 跟我们的吉祥物座结合并且去发展 我们还以吉祥物座为发展做的小周边 像是吉祥物的扭蛋 或是小卡 贴纸 徽章等等 就是以无线设计发想 二星广式科专题展横跨各领域与主题 像是结合一流的异世界 在地家乡的乌秋寻宝记 结合图书教育的外星鼓鼓 融入各艺术主轴的家具设计 这个艺术家他叫克力 然后这幅画就是那个死与火 然后把这个图案变成是这个沙发这样 是我们二星广告设计科的毕业展 我们会希望让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更关注到国际的议题 所以特别在我们这一次的第一名 以及第二名 他们其实都符合联合国的SDGs 的这个永续发展的目标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见 国际上面的议题 无线设计除了在二星文创大楼图书馆展出外 3月2号到30号即将在市府一廊展出 欢迎有空的民众前往欣赏 这呈现跨年代的创意无线设计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